狗狗的细小症状 核涛职业兽医师 狗狗细小病毒感染后 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心肌炎型和肠胃炎型 临床最常见的就是肠胃炎型 主要以呕吐、腹泻、拉血、发烧等症状为主 另外也伴随着精神状态下降 食欲下降等非特异性的症状 心肌炎型主要以心肌炎为主 临床症状往往以急性死亡为转规 犬细小是由于犬细小病毒感染导致的传染病 属于狗狗的第二大传染病 对于幼犬危害性极大 年龄越小死亡率越高 未接种疫苗的狗狗和幼犬最容易感染 细小病毒感染的病程 通常为七天 治疗主要以支持疗法为主 比如止血、止吐、补业、抗病毒、消炎等 以辅助狗狗自身产生的抗体为原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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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